那有个花友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老花一 你们讲一讲土壤的一个分类和管理吗 就是跟植物之间的一个正大的联系吗 这个可以给大家说 就大家我一定要了解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目前啊 就是搞园艺搞种植 就我们的养大棚的人 90%的都在使用我身后这种类型的泥碳 都一定是这个品牌 有的话我还不理解叫泥碳的 泥碳呢就是进口的土 是按照燃料去进口的 它的名字叫泥碳 后来呢又于园艺种植 发现很哇塞 有话说为什么进口 咱中国没有吗 咱中国有 它不让开采啊 罗翔老师没说吗 哪个宾馆啊 打了两个井 非法采光队拘留了 你说我们要是开采这些 老花一得判几年 这种只能进口 实际的那个根系呢 大家一定要理解 它跟土之间的一个联系 它就是一个成载体而已 它就是说让根有地方生长 你就是会养花柳 一直跟爸我们开玩 要不你用泼棉库 一样能把花样好 植物对于土之间要求 就是最为挖晒的一个点 就是排水和吐气 你如果说老是鸡的水 吼的根 和吐气 这个植物的根系 是绝对不会生长的 所以说对于土的要求 就两个点 排水 吐气 这个点 第三个点呢 就是说 土质的含量尽量的高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园艺行业里面最好的土 就是辅植土 而现在最好的辅植土呢 也就是泥碳土 你像东北也有啊 比如说飞里河的进土的好 你像你们用到的发酵的松针 发酵的树叶 还有你们一般弄到的那种辅植土 它都非常的棒 用来养花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跟咱们人吃饭 是相同的道理啊 就让咱们吃馒头 吃有机蔬菜 吃这些有机物理啊 而不说你单纯的就喝葡萄糖嘛 不说单纯的就打维生素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植物也是相同的道理 你像人身上有很多的菌群啊 异生菌啊 来帮助人啊 来整个的身上有微生物 花盆里面同样也有 你像花盆里面 如果说你没有辅植子 你没有一个丰富的营养 它就不会长得有微生物跟异生菌 它就不会有抵抗力 有的话说老花姨 我看你们大棚里面 我们大棚里面用到这个泥塔 是完全的辅植子 就是被微生物菌地 吃过以后的东西了 可以被植物的根据直接吃掉 我们就会用无极肥这样来搭配这使用 而很多的花友呢 就单纯的什么呢 用泥土或者是沙土 再用一些无极肥 时间长了植物长得就不跑了 反正说的有点乱 反正会有土的一个费内呢 你就记住 一个点就行了 就是一个存在体 就是要排水和透气 如果说再高级一点 就是无菌无虫暖 腐质质含量高 有极质和腐质质是两回事啊 有极质被降级 被微生物腐熟之后叫腐质质 所以说腐质含量要高 有极质含量高也行 反正就是跟东北的黑鼓一样 有极肥 别人没啥 能听懂吗你 差不多 反正我觉得我说的有点乱啊 你们要没听懂的话 我下期再鼓一期 要听懂了的话 吃了一点评论一下 我老花姨 你来一趟 你没听懂呢 dling sins 吃了一点 你 должны zoom 喝点